粤语歌曲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被人们看作是不入流的曲类 甚至可以说是下流的一种 但有两个人的出现将这一状况彻底改变 其中一位是许冠杰 而另一位就是罗文 寻本溯源,一路千辛 大家好,我是小路 今天我将带大家去感受 被称为乐坛歌声,罗文的鲜爱一生 原名谭百仙的罗文出生于广西贵平 两岁时跟随着家人一起定居广州 但因为当时局势动荡 家人再度移居香港 1949年,罗文跟随家人回到广州 他的母亲是乐剧迷 受其影响,自幼时 罗文遍野痴迷乐剧 初中毕业以后 罗文报考了乐剧学校 但或许因为上天给他安排了 另外一条更合适的路 罗文的乐剧梦也就此落榜 而等到他17岁那年,母亲得了鼻咽癌 需投靠香港的亲戚就医 而此时因落榜而未继续升学 并对前途感到迷茫的罗文 以探亲为由前往香港发展 当时的罗文心中早已默默地笃定 他要留在香港 来到香港之后 受年龄和学历的限制 罗文只能够做着最底层的工作 他做过游乐园的售票员 又在立员当地等当过裁缝和杂工 而在银行当实习生的时候 因为租不起房 一到晚上 他便在银行里边简单地铺个垫子 就着地铺,闭眼睡过 但是罗文天性乐观 生来就带着一股永不言败的劲 而在这种穷困潦倒的状态之下 他也能够凭借着一台收音机苦中作乐 他好听歌,也爱边听边模仿 当时罗文最爱的便是英国披头式乐队 每当听到收音机中 想起他们的歌 他就跟随着音乐节拍一起舞动身体 唱出此曲,微妙微笑 1967年 22岁的罗文在朋友的鼓励之下 成立了一个名为罗文四部的合唱团 开始了演唱生涯 一开始他们只是为一些电视剧配唱 比如李小龙的死亡游戏中文主题曲 电影《大道歌王》的主题曲《钻石》 但经此一推 观众们便也开始熟悉它了 1970年 25岁的罗文和著名的女星沈殿霞 一起组成了情侣合唱团 二人经常前往海外进行演出 深受听众粉丝们的喜爱 但是二人的组合并没有太久 三年之后 因罗文个人发展的原因 情侣合唱团宣布解散 而罗文也在1974年 前往日本进行学习表演 在日本学习期间的第二年 罗文参加了独卖电视台举办的 全日本歌谣选手比赛 连续十周 他都蝉联冠军席位 最终他连胜了49名对手 拿到了比赛总冠军 并且成为了史上第一位获得 此奖的非日籍歌手 1977年 罗文更是与日本歌手们打了一场 为期十周的擂台赛 最后击败了360人 获得冠军 消息一经传出 轰动了整个日本歌坛 随后不久 罗文回到了久违的香港 重启了自己的歌唱事业 而这一次 进修回来之后的他 不仅是唱功更上一层 而在视觉效果 舞美设计部分 更是煞费苦心 无论是歌曲说唱 还是舞台雷射光 又或者是一身一技装扮 在舞台上妖艳绽放 而这些描述 放到今日来说都稍显前卫 之后 他又为电视剧小李飞刀 演唱了主题曲 而这些歌曲广为流传 至今仍在传上 而罗文也进入了演唱的高峰 无论是为射雕英雄 转演唱的主题曲 铁血担心 还是为霍元甲 演唱的万里长城永不倒 都成为了快智人口的难忘旋律 其中 这个阶段最出名的一首曲子 便是《狮子山下》了 罗文在歌曲中 用充满着深情的声音 号召着香港同胞们 发挥着时代的精神 一句放开彼此心中矛盾 理想一起去追 唱出了多少的清朝旁盘 而时至今日 这首歌 仍然是最受香港市民公认的诗歌 无论是武侠曲 还是抒情小调 亦或者是快歌 罗文都能够驾驭得游刃有余 如果说 许冠杰是香港流行音乐之父 那罗文便是让香港流行音乐登上高堂的人 罗文的声音 自带着山河壮美的辽阔 大开大河之间 是情绪转换的汹涌 而每每唱出歌词时 听着都会为之一颤 他与顾家辉和黄瞻三人 更是被日后的香港乐坛 称为了铁三角组合 黄瞻从来都不掩饰 他对罗文的欣赏 甚至可以因为罗文来违背自己的原则 同意别人修改他的歌词 要知道 许冠杰 曾经提出想要修改 沧海一声笑的意见 都被黄瞻毫不客气地破坏了 尖缩笑 天是眼 不是眼了 不是弹笑 不知什么了 一知不出照 双手总已潮 情是何物 而对于中国传统的文化 罗文是付出了无限的热情 自幼喜好乐剧的种子 在长大之后生根发芽 他致力于将中国传统剧目 搬上百老汇的舞台 即便是亏得分毫不舍 但知道罗文宁可亏钱 也要做中国传统剧目的歌舞剧史 黄瞻不收钱 也要给他写剧本 许多年之后 黄瞻在自己的书中这样写道 罗文搞舞台剧的精神和魄力 到现在也未必能够找出第二个 2002年 罗文世事震惊全港 享年57岁 大侠金庸 为他的灵堂亲自提携扁额 歌在人心 而作为罗文的好友 黄瞻的婉联是这样写道 罗继啊罗继 即使唱片没有留住多年雷霆生意 你的好歌金曲浓情 也必于月迷心目中 秋夜春朝 随喜随忧 随时再现 百仙哟百仙 就算迎平未及路径 当日风骚深矣 那些强人奇形妙事 还会在知音思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在订阅中 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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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